大家好,我叫朱重慧 我是太空中心的副主任 那太空中心它主要是执行国家任务 经由操控中心你可以给卫星送一些资料 那目前呢,我们有在运行的卫星是 浮卫五号跟六枚浮卫七号 浮卫五号我们是设计在距离地表 七百二十公里的一个太阳恐怖轨道 我们的团队在看到有国际事件的时候呢 就会主动排程去拍摄 长四号呢就是其中一个 近年来呢,台湾缺水的情况蛮严重的 那像我们浮卫五号呢 整个影像团队 那了解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他们就会主动排程去 排摄一些水库的状况 浮卫七号它是归类于气象卫星 那气象卫星的特性呢 它就是我们在量资料以后呢 能够马上传输到资料中心 然后让他们马上能够做分析 它可以量测 例如说像GPS经过大气层 还有电离层它弯折的程度 进而推导出大气层中温度、湿度、压力 还有电离层的电子密度 那所以当气象局呢 把这些资料呢 放到他们的天气预报模式里面呢 那就可以很大量地改进一些预报 像台风、路径啊 或者是强度这方面的预报 我们太空中心呢 有三个S频段的接收站 S频段呢 就是它的资料量是属于比较小 我们是用来监控卫星的一个健康状态 那除了S频段的接收天线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X频段 主要是用来接收资料量比较大的传输 那就像说我们如果要传 空中要传照片影像下来的话 我们会经由这个X频段来传输 守望亚洲是哪些国家有发生一些灾难 或者是之前有三一亿的海啸这样的事件的话 那我们去把那个地方取向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呢 提供给守望亚洲 让他们去协助相关的国家